那只是要补充的是 这个线性模型的方法 如果说你要做的是笔值 就是说你有三种以上的项目的笔值 如果并不是均等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做调整 但是那个线性模型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做调整 就是你如果要做调整 你可以从这个适合度检定的选单 你自己把这个ratio调整成 你自己有兴趣的笔值 那唯一要符合的条件 只有这四个笔值加起来要等于1 就是最准你要看这个proportion proportion它加起来一定要等于1 那这个在电子书中有提到 你们有兴趣可以看这个电子书中 这里4.1.8 它这有另外一个范例 那这里他也有提到 他的那个虚无假设 他所要看的就是说 这几种滑色的这个笔的这个proportion 是不是相等的或说等于某一个研究者自我设定的比例值 不过在那个model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他就是真正的虚无假设 是看是不是这两个model的likelihood是一样的 所以他只是刚刚好 因为那个这四个花色的笔值 笔率值如果一样的话 就是都是刚好是均等的话 也会跟上面的这个likelihood 两个model likelihood相比等于1 或接近1是一样 是很接近的意思而已 但其实它们的内涵完全不一样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 如果说你要用这个混合通用线性模型 去做比较完整的 类别次数的适合度检定 得要用这个模型方案2 因为它这个才是真正的 特别是你可以看它这边有列出来 就是三种选项之间的这个虚拟变数 用这个才能够做出跟这个 good of needs of fit 跟这个proportion test 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检定结果 OK 这个讲这样子其实比传统的介绍 类别资料多很多 不过这个等一下我在介绍下一个 就会知道说用这个model比有什么好处 好 然后这里因为我是昨天 我在我还有到昨天 我在测试的时候 我是发现到昨天的那个 昨天的云端版还没有这一项 但现在有了 所以这个也可以给你们去看看 你们也可以再加一个这个log-me 用frequencies下的这个log-linear-regression 单机版我是知道2.21之后都有支援 那云端版到今天才刚好更新 然后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它的方法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变相也就只有这两个 你可以去跟上面的这两个比较看看 它同样也是一种模型之间的自然性比较 OK 那这里先给大家整理一下 我再准备开下一个那个独立性检定 OK 好 那个适合度检定还没有什么问题 OK 目前对于说比较两个model 有没有什么觉得还不够清楚或奇怪的地方 OK 其实说 其实那个 呃 我自己觉得用那个线性模型胶 我我我现在是认为觉得可以真的可以把那个 假设检定的概念放到 呃 放到后面或融入到这些方法之后 因为其实所有的统计方法说穿的都是说你要先设定好你的研究你的统计假设分别是什么模型 然后比较哪一个模型最能够解释或是预测你的资料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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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